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喜欢音乐 尤其喜欢听人吹鱼 看 他的手下有三百个会吹鱼的乐师呢 齐轩王非常爱耍威风 每次听人吹鱼时都把阵仗搞得特别大 瞧 他让三百个乐师站在他面前一起吹奏 那鱼声啊 几乎把水池里的鱼都震出来了 有个叫南郭先生的人知道的这件事 眼珠子一转 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 于是他就跑到齐轩王面前把牛皮吹上了天 嘿嘿 大王啊 我可会吹鱼了 就算是鸟兽和花草听了我吹鱼都会跳起舞来呢 齐轩王听完后 高兴的拍掌叫好 嘿 本王就缺你这样的人才啊 于是没有经过考察 他就非常痛快地收下了南郭先生 把南郭先生编进了吹鱼的队伍里 其实啊 这南郭先生根本就不会吹鱼 每当演奏的时候 他就站在队伍里面 拿出鱼装装样子 人家摇摆身子 他也跟着摇摆 人家把鱼举高 他也跟着举高 脸上啊 还做出一副陶醉的表情 从表面上看呀 他比别人吹得还投入呢 就这样 南郭先生凭着精湛的演技 在皇宫里啊 过上了美滋滋的小日子 他住在豪华的房子里 享受着丰盛的美食 还和其他吹鱼的人拿着一样多的钱 心里啊 可是得意极了 不过好景不长 过了几年 爱听合奏的齐宣王去世了 他的儿子齐敏王当上了大王 齐敏王爱听吹鱼 但他更喜欢听别人单独吹奏 于是 下了一道命令 要这三百个人轮流吹鱼给他听 看着乐师一个个被叫出去演奏 南郭先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哎呀 完了完了 我不会吹鱼啊 再这样下去 肯定会被发现的 即是 趁其免王没注意 他赶紧从队伍里偷溜了出去 到了晚上 南郭先生躺在床上 怎么睡也睡不着 最后想明白了 还是小命要紧 于是 赶紧起床打包行李 趁着天没亮 从小门一溜烟的逃跑了 这就是烂鱼冲树的故事啦 现在又到了皮皮的成语小讲堂时间 在这句成语里 烂是假的意思 冲树就是凑数量 烂鱼冲树的意思就是说 不会吹鱼的人混在吹鱼的队伍里凑数 我们常用这个成语来表示 没有本领的人冒充自己有本领 或者拿不好的东西混在好的东西里面 和烂鱼冲树意思相近的成语 还有鱼木混珠 这句成语的意思也比较简单 就是指拿鱼的眼珠子来冒充珍珠 比喻用假的东西来冒充珍的 小朋友们 我们可不能学南郭先生这样烂鱼冲树 因为没有真本事 迟早都会被人揭穿的哦 所以啊 我们要勤奋学习 这样才能经受住一切的考验 好了 今天的成语故事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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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